大家早上 我叫你啦 今天要帶大家來知道 大家今天白色的媽祖 一定會帶什麼東西 GOGO 戴喔 一定要戴什麼 電池我覺得很重要 電池很重要 因為你走到都 全身不舒服的電池非常重要 尤其它要很輕 飽飽就好 就是讓你 好簡單就好一點 我身上的喔 就除了背包之外 然後背帳一定要帶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 走一走 背帳就不見了 背帳是一定要別戴 手背帳的 因為他們都別戴背包上 然後報紙上啊 還有時候會掉的時候 他們就不知道 喔 那提醒大家就對了 然後背包要帶 然後就是 郁寒的衣物 因為有時候他 找網路才會比較大 然後換洗的嘛 就看個人的衣物 至於其他的 喔 面子要厚一點 因為你有人要接觸附近的住家 那你如果怕修的話 你可能就找不到不敢做 OK 應該就大概這樣嘛 因為其他東西的話 一些貼布之類的 其實戰略上的話 就 擔心的事都會發 OK 就大概這樣嘛 好 謝謝 謝謝 你覺得出來走白鯊馬族 最重要一定要帶什麼 呃 衣服吧 然後 還有碎片 碎蛋 不過我第一次走 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 就是想到什麼就帶什麼 那你覺得最重要 這一盒是什麼 沒有啦 就行動電 怕下雨 對對對 欸 很實用喔 用一個保鮮盒 行動電也很實用 對對對 然後可以放一些 三次的東西啊 所以碎蛋 就這樣子 碎蛋 對 就沒這樣 喔 碎蛋很重要 對對對 這越簡單越好 如果你是要 像我們在做的這些 相登角這樣 你要走全程 然後 那跟著媽祖走的話 那你就 這個 最起碼的單人帳啦 這一些喔 墊子你要 這個 稍微簡單的 睡在 你要帶 那從哪裡來 怎麼稱呼 欸 我從台南來 我叫怡婷 欸 帽子 因為走路走久的 太陽會很曬 然後那個襪子也很重要 因為一樣就是要 防止就是 有時候需要不夠換襪子 然後有要一雙 不要太差的鞋子 才能夠走 有時候 錢也要戴一下啦 但是不用 不用太多錢 就是有時候可能 有時候走的比較 落單 或者是比較偏遠的地方 可能想 所以說買個吃的東西的話 就也比較方便 那毛巾啊 毛巾一定要戴啦 帽子啊 口罩啊 還要穿好的襪子 舒適的襪子 跟鞋子 對不對 然後這個 我覺得這個扣完很方便 就是 手上有時候不方便拿東西 這樣把它扣上去 這樣 喔 我可以take他一下嗎 對啊 這個 喔 就是這樣 這是這個東西 那它是裝什麼用的 它就是你可以裝 平平罐罐的東西 就很方便 然後就一個 袋子 對 一個扣子 對 很方便 好 謝謝 所以說 基本上我會自己戴睡袋 那 那如果說泡蚊子的話 可能要戴一些 戴輕便的 輕便的帳篷 輕便帳篷 睡袋 睡袋跟著帳篷 那在走的部分 就是行走的部分 看每個人習慣 那因為我試了幾次之後 我發現 就是穿五指襪 然後穿假腳脫 這適合我 因為我的腳底 腳趾便不會頂到前面 有很多 就是因為 因為腳包著 然後 往前走 煞車 然後腳趾頂到前面 所以說指甲都遇傷 對 所以我大概是覺得 看每個人的狀態怎麼樣 那我說 五指襪加 加那個 加假腳脫 然後痠痛要高 或是 就是要布 可以要背著 然後這個應該 每天晚上 就會有看到 叫我Wesley Wesley Hi 我想要講說 這一趟就是 大家盡量不要帶什麼東西 出門比較好 出門比較好 因為主要是 可以看到我這個包包 太大了 然後就想說 可能會遇到各式各樣的狀況 會露營啊 然後會冷 尤其這次是一月 有寒流 寒流 然後會有熱跟冷的天氣 所以 帶著裝備就要很複合 你要應付各式各樣的情況 可是實際上你總 越清越好 對 然後 可以 不用把什麼東西都 帶 帶在身上 因為沿路真的有蠻多人 就是會幫助你要吃的喝的 那 住的話 有些人也是 簡單一個睡袋 然後一個睡墊就可以 你複雜一點 偶熱的時候是有 嘗試想要找個東西 就是蚊帳 最後是 時間比較緊迫 所以買了帳 可是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帶一個 輕便的蚊帳還不錯 透風 而且又可以 讓你睡覺的時候 有一個很好的地址 健保卡是必備的 對 然後 鞋子最好就是 不要穿新鞋 不要穿新鞋 那假設 假設你要穿新鞋的話 必須要 就是 再買大一號 大一號 一定要大一號 要不然 你一走 整個行程 第一天走下來 應該就整個敗卡了 就是 就是屬於那個 兩拖鞋類的 它是 就是某個廠牌 那個廠牌我們就不說了 對 它這裡 這個是 還蠻方便的 對 其實它整個 舒適度也都還不錯 其實 如果真的一定要帶 我是覺得一定要帶 避便 我一定帳門也要帶 避便一定要帶 因為我們 沒有搭遊覽車 我們也沒有進去 我們就隨便走 走到哪 睡到哪 所以衛生紙 我們衛生紙 我們衛生紙 除了該 濕紙巾 那個衛生紙 除了該幾天時候可以用 除了它 如果整包 可以都可以 可以拿 對對對 整包的衛生紙 不是那個面紙 這個 對他來講 很重要 謝謝 鞋子很重要 鞋子 你怎麼講一下 我覺得鞋子很重要 因為我們要走很多天 不一定走幾天 可是鞋子很重要 你的鞋子不對 就是影片裡面放 所以每次都是鞋子搭配拖鞋 運動鞋子搭配拖鞋 運動鞋加拖鞋 兩個輪流穿 像今天 就要玩 當晚 就要看你拖鞋子 戴的東西 我是因為 發肆穿高的 還沒碰拔 是 好 鞋子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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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剛剛 剛剛 姐姐就說不要騎 怕結果 旁邊大哥就說 你看我的腳 照一下 所以 一定要聽前輩的話 要穿後襪子 要穿後襪子 再說一次 襪子是後抵的 他穿不齊 對 五爪 五爪 好 大家好 我姓曾 謝謝國法德生 陪馬祖出門 我個人覺得最重要的 就是 戴好健保卡 替卡通 還有現金 然後快樂的陪伴馬祖出門 平平安安的回到家裡 不要讓家人擔心 祝福大家在 近鄉的過程圓滿健康 那我覺得出門最重要的就是 給第一 健保卡一定要戴 然後第二就是 要帶 順便要帶錢 因為 其實 很多人都會準備 結緣的物資 但是 有時候 我們還是要靠自己 對 我會這樣子 就是自己還會去買吃的 買喝的這樣子 然後第三就是 一些隨身用品 比方說 藥品 有在吃的 你自己的隨身藥品 還有一些 比較 基本自己會用到的東西 就會放包包 然後再來就是 我會帶一些 結緣的用品 因為媽祖 媽祖是出來赤福 所以我會在 人家 我們去到外縣市 然後人家擺安桌 或者是有 會有媽媽帶小朋友出來 那麼想媽祖赤福 可是 並沒有辦法 靠近媽祖 因為我真的 每年人太多了 那我就會 發一些結緣品 給那些 小孩老人 跟孕婦 對 我們雖然說 沒有到很 做到很大的 很大的 作用啦 可是我們就是 幫媽祖 為外縣市人 就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平安健康 進TAC一下 先媽祖吧 媽祖在這邊先 這個是媽祖 天啊 這才會只講媽祖 還有還有 還有什麼 還有爸媽祖 這個是媽祖 對 然後 哇賽 這個是 好美喔 這個是 這個是產錢的 產錢 對 因為我們要賺錢 然後這個是永智的 永智的 對 然後這是寶貝啊 這是寶貝啊 是是是 然後這是帽子 這是帽子 對對對 這個是帽子 然後一定會綁蝶結 是是是 他每年跟媽祖競相 他都會 然後就是小偉袋 小偉袋 哇 好美喔 他都會 真的大開眼界 真的大開眼界 剛剛我們影片聽那麼多 可以發現 欸真的 其實真的出門 那個姐說得很棒喔 出門啊齁 健康最重要 其他都其次 那統計一下 健保卡最多人說 鞋子 尤其剛剛有說 幾雙鞋子要替換的齁 不同鞋子替換的 襪子 五指 這些都是必要的齁 好那這些意見提供給大家 下次跟著白燒的媽祖童 記得把這些東西帶到 我們下次見 拜拜